还是换人 刘征好球 就是说现在外线球员不能犹豫 好比赛开始 这边的浙江广沙是拿到了 今天的第一波进攻球权 这的是这个苏若宇 漂亮一上来刘征 好 最后两秒出现了失误 但广沙队反击 好球 高卫继续和林志杰挡拆给出来 刘征继续突破 开场以后感觉广沙队 他的这个进攻突分突分的节奏 包括耐心要比赛场更好一些 他其实是想 就是现在策略很明显 他站上线 底线让胡金秋来卸防 但是这个球 因为弱撤胡金秋是 肩对肩 你给对方防守的这个面积越小 对方的这个触不来 但刚才这个有点 看一下刚才这球 刘征到篮下制造了梁京队的犯规 看一下是谁 应该是 对 换人的换好策略也没有急 其实这个错位基本上都抓到这种机会了 这一下是特别容易突破的 基本上都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个 还是换人 刘征好球 就是说现在外线球员不能犹豫 刘征兹今天还没有投过外线 刘征的中距离 好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辽生队今天对他们来说 半场输到十分以内 其实我觉得他们来说是可以 碰着时间十秒钟 换人 刘征兹面对李小旭的防守 找外线 赵严昊继续突破 抛投 漂亮 包括赵严昊来说也是有点犹豫 对 两个封盖了外线已经 刘征看这个中距离 好球 这个就是说 运到身前 我发现机会了 我果断偷懒 如果犹犹豫豫的话 这个球 哈德森从后面又是一个封盖的机会 郭艾伦出现了失误 林志杰 遗传速度非常快 给到刘征 好球 好球 找内线的韩德军 下机来了 外线 何天局 这个时候很关键啊 没有 还是没有投进的 那这样 梁定队现在是遇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困难 这球 刘征 今天比赛里 是拿到了二十五分三个篮板两个助攻 看看罚球 第一罚命中 四十五度挡拆 苏热云 叫篮下 好球 换下去之后这样的话全小个的防守阵容 就防你的突破 不能三千球 被哈德森盖掉 但是篮本球拿回来 吹罚了对刘征的犯规 吹了一个犯规 这就哈德森防的没问题 对 这个马上把大含又换上来了 对 看一下 确实压力非常大 刘征第二把 好球 好球 拔进了好球 对 不要 千万不要给反跑 对 给了反跑之后就是上篮的机会啊 看一下 阿德森接到了 给出来 没时间了 最后一秒 机会居然出来了